今天就帶了一個日本的朋友探望我們 他就是三嶺的史太龍吧 是 沒錯 1988年的史太龍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一般大家喜歡車的人 都好像有點忽視了史太龍 例如你說三嶺的話 有些人會說3000GT 但未必會提及史太龍 絕對是的 因為史太龍其實在亞洲市場買得非常差 還差嗎 是 對 是差 因為如果香港的話真的出了很少 如果行貨的話就更加少 而大家說日本應該很多 其實日本也是很少 但當年為什麼會差呢 因為可能當時這輛車比較大 而且三嶺本身是針對歐美的市場 去打入這款車的 你會發現它本身的設計各樣 都好像美國很肌肉的感覺 很大大份 對 很大大份 所以很多時候亞洲人的身形 比較… 嬌少一點 是的 我知道你故意看我 但一說嬌少 其實我也是表表姐 那是你 那它賣得不太好之餘 就賣了很多去美國市場 所以這款車其實在香港 我想現在僅餘十多架 那其中一架就在我旁邊 對 沒錯 不過其實你這樣說 是的 一開球看都不覺得有這麼大 因為可能我們這裡很凶狂 是的 但你計算一下 其實是一輛兩門的跑車 是的 你計算一下它的尺寸 其實就很大了 是的 沒錯 它的尺寸應該跟現在的七人車 Alfred差不多 是的 很長 所以其實也挺大 Limited Cir視天 Adv 解釋 değer 因為除了最大的副電影 住B and B от Nov 對 我就不明白 為何會將貨車的軌道放進去 你問得好 因為當時三嶺其實沒有這麼大cc的車 他要去美國市場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高速公路 他又不想研發新的東西出來 就用現成的了 現成在哪裡有 最大cc 原來就是貨車 加了渦輪增壓 令到馬力或速度上 都會比較接近當時美國的車種 我們先看看車佬 現在眨眼看下去 因為是最高批格 它有個天窗 這又不是甚麼特別的位置 其實這輛車除了有房屁 包著前面標板所有位置之外 還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它本身很有趣 在80年代的車 竟然有電子恆溫冷氣 還以為是輕觸式的恆溫冷氣的按鈕 其實在那個年代 我想這都沒有 很多車都不會有這個裝備 但是我買這輛車的時候 我自己也嚇一驚 我打算推一下按鈕 像單位一樣 人手撥一下 原來是要按… 很科技的 對 還有聲音 一按下去會… 有聲音是對的 我以為你說那顆零件凹了 叫做搭主民事 Luc원� 不是陰ane的 呆, twisted而樣 have 車輪偶偷移動 有閑旻 透過 摩族 回